只要你會用 你可以多活十年 有一天空子一個學生 在外面掃地 來個客人 就問他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 同老先生的弟子 他很自豪喔 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請教你個問題啊 一年到底有幾季啊 他心裡想這個人還用問嗎 四季 那個時候不對一年只有三季 哎你搞錯了四季 三季 最後兩個人約定說如果是四季 我向你課三個頭 如果是三季你向我課三個頭 孔子的學生就向我穩定雲了嘛 就這麼這樣 這個時候正巧孔子從裡面出來 學生就很高興 老師一年有幾季啊 孔子看了一下 說一年有三季 這個學生快下婚了 他不敢問 那個人說咳頭咳頭 他就乖乖的咳三個頭 那個人走了以後 他就問老師說 老師一年明明有四季 你怎麼說三季呢 他說你沒有看到那個來的人 全身都是綠的 他是什麼 他是詐猛 詐猛是春天生秋天就死的 他從來沒有看過什麼冬季 那你剛剛講死的都沒有 你講三季他很滿意 你講四季我給他吵到今天晚上 太多的朋友 聽了我講這故事以後 他就很開心 碰到我都會說 以前啊 我看到那些不講義的人我會生氣 現在我不會了 我心裡只要講三季人 我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任何事情當你要發脾氣的 當你情緒很不穩的時候 三季人 你就心平氣和 這個世界上三季人太多了 越是不懂的人 講話聲音越大 以後你在哪裡都可以看到 反正那個聲音最大的人 就是最不懂的人